号称百搭体质的任嘉伦遇上替身文学出圈的陈晓云 两人的CP感怎么一点都没有 难道是证据刻意将感情线压下去一点 还是两人面向不和 本期视频内容 任嘉伦荧幕CP般配度排名 经过小编左右为难之后 爱而不得仅仅占第三组 天虐交织的只能占第二组 唯有第一对堪称YYDS 第八组S热播剧蓝艳突击 嘉伦和陈晓云组成消防CP 两位都是蓝朋友 体质内的爱情 按理来说应该是容易让大家上头了 可是从目前的剧情来看 主动出击的大橙子 遇上冰山美女温义冰 这落下热脸贴冷屁股的结局 两人连欢喜冤家都算不上 反倒是大橙子和附站之间的交流更多一些 这不排除导演刻意想展示 消防员事业线这方面而忽略爱情线 小编倒觉得这样挺好的 侧中占友情将消防员真实的生活描绘出来 李希成这个现代版的大男主 成长线还是有很多看头的 李希成没有无所不能 只有竭尽所能 从跑酷一哥到刺头新兵 再到王牌消防员 大家可以见证大橙子的优秀蛻变 事业线这块肯定是开挂一般的存在 就是和陈晓云待在一起 笑边脑补不出爱情 还没胡诸夫人中 自赃和地叙那般疯狂爱情上头 从硬件上来说 人家轮在本剧中的颜值再现 即便是黑了一点 反而展现出硬汉的特质 这位老铁没毛病 反观陈晓云脱离古装滤镜之后 皮肤状态欠佳 依旧是白皙 但硅胶感明显 次剧追求的就是真实 因此后期没有过重的滤镜 所以她这张整容脸明显就翻车了 首先是面部肿胀 整个人看上去苍老了不少 其次是苹果机下垂 没有以往的少女感 最后是法令文加深 和当初那个甜美客人 女神级别的陈晓云相差甚远 笑边都想问她一句肿磨了 第七组通天敌人解忠 人家轮合看青子 恋人在剧中是青梅竹马的爱情 虽说国创的展现很适合女装 但是她在本剧中的刘海造型 笑边是真的不敢构同 此剧是她回国之后出演的第一部剧 出声牛犊的她 在此剧中的演技没有青涩之感 老天爷赏饭吃 说的就是这样吧 敌人节系列拍过很多版本 但国创这一版很香 非常与众不同 她暗部分有悬疑 推理逻辑性强 还有就是这个版本的敌人节 讨话孕刻太多了 不仅身边有一对姐妹为其保驾护航 即便是当丫鬟也要留在她身边 不过敌人节对于慕容卿的感情 一往情深上天可见 因为人家的出场顺序更早 两人不仅两情相悦 慕容卿还是敌人节的红颜知己 但两人所属阵营不相同 因此必然是虐恋 看青子在本剧中的造型又美又精致 合理怀疑服装组偏袭女主 按理说两位是俊男美女的搭配 CP感应该是很足的 但是因为造型的原因 国创在此剧中就像一个乳臭胃肝的小孩子 两人同框有点像姐弟的感觉 小编不是说看青子显老啊 人家在本剧中的造型还是非常好看的 只是国超扮相太嫩了 总而言之 两人组成的CP没有让小编狠狠地磕到 第六组《母白手》中 任娇伦和张慧文 在此剧中两人验证了CP感识们玄学的京剧 在剧中虽有火花但不强 没有让剧迷能陷进去的那种溺外感 而任娇伦一人分饰两个身份 一个是龙云城生字堂堂主林静 一个是林旭阁少主纳兰月 反差角色性格超级帅 此剧的剧情其实还不错 是那种不安套路走的武侠爽剧 CP感情线走甜乐路线 剧中从主角到配角各个都深藏不漏 每个人各怀鬼胎 不看剧根本猜不透 说一句木白手全员黑莲花都不为过 就是可惜少了这么点CP火花 两人都是娃娃脸一人 少年感和少女气息满满 本剧的恋爱进度也很快 两人的爱情来得错不及防 节奏很快 开篇就是英雄救美 两人就暗生情愫了 只要你主动就有爱情 在本剧中男主亲身印证 更是上演追爱的36G 屋顶看星星主动撩拨 很快就俘获女主的芳心 有一说一 本剧的编剧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 即便是受伤之后 男主也不老实 以受伤为由 故作柔弱强行要抱抱 女主想要挣扎 结果男主来了一句 你再动伤口就要裂开了 听到这儿女主侧隐之心动了 只能任凭男主吃豆腐了 等男主尚识好些之后 他手把手传授女主剑鼠 两人在梧桐树下挥剑美成一幅画 都是心动的感觉啊 大感觉掺杂些工业堂的成分在 第五组《不说再见》中 人家伦和张军宁 两人在剧中就是妥妥的姐姐和弟弟的感觉 极度警察遇上大毒枭的女儿 这两人之间产生的爱情注定是稀碎的 虽然此剧是极度题材 但男女主的感情线也占了非常大的比重 很大程度上此剧有点偏偶像了 以感情戏为主的剧集 大家对于男女主的CP感要求非常高 很明显不说在剑中男女主的颜值在线 演技也OK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两人的搭档并没有先迸发出很大的火花 两人的人设很带感 有感情戏也应该是刺激高能的 结果就是女主大部分在撩拨男主 男主虽然春心荡漾 但两人并没有粉色泡泡产生 两人的糖是一点都不甜 第四组《大糖荣耀》中 加伦和景田组成的东朱夫妇 当初看这部剧时 笑边是真的流了很多眼泪 剧情除了虐还是虐 无论是主CP还是副CP都在虐大家 没有一个人看过此剧 不是哭得走出来的 可怜的东朱夫妇经历久久八十一难 都没有携手到白头 着实令人惋惜 郭超和景田在这部剧中 CP感还是挺强的 两人在剧中属于先婚后爱类型的 景田饰演的沈珍珠出身名门 在找寻自己心仪的太虎公子过程中 偶遇广平王李畜 虽然沈珍珠女扮男装 但是却被李畜一言识破 但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在这渐渐相处的过程中 李畜深深地爱上了沈珍珠 后来在命运的安排下 沈珍珠入宫嫁与广平王为妃 起初李畜虽然喜欢沈珍珠 但却并未表明自己的身份 直到新婚之夜 发现新娘子竟是她日日放在心中的女子 李畜对沈珍珠的感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而沈珍珠原本并不接受她 在与李畜经历了一系列的误会之后 沈珍珠才发现原来眼前这个男人 竟是她一直苦苦寻找的太虎公子 两人才正式认定了彼此 荣辱与共 剧中景田和任嘉伦组成的东珠夫妇 简直不要太洋艳 笑边磕CP磕得也是很上头 这两人简直太般配了 虽然前期这段剧情很甜 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 两人的感情也是把观众虐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短暂的甜蜜之后 两人更是各种误解各种分离 甚至当珍珠误以为李畜是灭族凶手时 还想要杀了李畜 当两人终于解开心结和好如初 安始之乱又爆发了 两人的爱情在家国大业面前 终究是被割舍的一方 第三组周生如故 二一生一世中 加罗和白露组成的陈石夫妇 那真的是满足大家追剧的刚需 虽然是轮回的设定 但不同于那些三生三世 一或是十生十世的设定 两世足矣 前有古装剧爱而不得的师徒情 后有八倍速恋爱的婚后情 完全将剧粉的心态拿捏得准准的 大家就这样沦陷在 诗音与周生辰的前世今生的爱情中无法自拔 白露和人家伦之两位演员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戏内角色本人 戏外喜剧人 让人不说话的样子就是岁月静好 美得像书中走出来的人 周生辰沉稳大起 十一温亡可人 两人从长相上来看 还是很搭的 再配上剧中的剧情 就连路人也是果断一秒入戏 追过剧的家人们 给这一对CP打几分呢 笑编觉得满分十分的话 八分非常够了 多了怕这两人骄傲 第二组与军出相时 恰似固人归忠 加伦和迪丽热霸组成的云翼夫妇 这对夫妇绝对是入股不亏行的 舔虐交织 剧情高能反转 热霸和国超更是将上部和下部中的反差感 稳稳拿捏 让大家在笑泪交织的情感氛围中 陪着剧中的主角团们 一步一步成章起来 长逸最喜欢云河 叫他大尾巴鱼 即便是重生之后的阿继 用唤醒术更换了容貌 在听到这个称呼时 也动了恻隐之心 抱下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阿继的出现 打破长逸枯燥无畏的北渊生活 整日跟着阿继转 甚至让身边人误以为他魔症了 对于幻化成男子的阿继 有什么非凡之想 殊不知这都是相爱之人 独有的心灵感应 长逸就是觉得此人的出现不对劲 之后阿继露出本来面目之后 长逸往日的笑容也回归了 等了这么多集 大尾巴鱼终于笑了 爱情就是有这股子魔力在吧 王炸组紧一之下 嘉伦和谭颂韵组成的六元一金虾 小编多少带了点私心 因为这两人在剧中的表现 实在是甜度超标了 刻到大家全顾升天的那种 但又甜而不腻 令人非常满意 谭颂韵将一柔一刚的少女 捕快原金虾角色 诠释得唯妙唯笑 一颈一笑有着古灵精怪的灵气 再加上无惧无畏的英气 招人喜爱 任嘉伦饰演的陆毅 看似面色冷峻 双眼中却难言宠溺 总喜欢偷看原金虾 让无数少女春心萌动 沉溺在任嘉伦的眼神中 男女主同框瞬间 躺都要溢出屏幕了 金虾俏皮古灵精怪 渊滑的嘴巴下 有一颗侠女之心 喜欢打抱不平 当然最爱的还是银子了 陆大人大呼人家 视金钱如粪土 看着这么贪财的金虾 总想用银子逗逗她 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陆大人与原小爷互动的小眼神 简直了 一路撒狗粮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六元一金虾 夺得榜首实至名归吗 在之前的视频中 还有人家轮魔性体制等 大家真的不来看看吗 我们下期再见